大家好,歡迎回到Wilson模型季的時間 又到Modeloi了 這次介紹主要是左邊這盒神魂合體的Gordana 為何放一隻帝王萬能盒? 他們的出貨時間差不多 但這隻萬能盒是Modeloi的第一款 但封面就改了 但不是單純改了封面 這次推出的載版本 其實是把物料改了 但後面看的東西跟以前的版本差不多 但很有誠意地連封面也更換了 可能方便大家識別新版本 物料改了 稍後會簡單說一下 他改了物料的實質效果 今天主角都是神魂合體 說到神魂合體 我其實沒有看過這套版本 有少許畫面看過 但為何我這麼想說呢 因為我一來喜歡的樣子 二來因為打機箭 機箭K、機箭L 都是有出場的 神魂合體 而BGM也是很喜歡的 所以這次期待了很久 在介紹前 官方也有說 他這次的設計上 導入了MAX合金的關節構造 他說一部份 掉進去 始終我沒有買過 沒有擁有過 也沒有留過 MAX合金 可能玩過的朋友 可以在留言說一下 是否真的相似 有甚麼分別 可以在留言分享一下 我將這件事 告訴大家 我比較不了 待會就做一下 可動給大家看 但他本身就這樣看官圖 可以 即是他做出機體的樣子 但你說是否很刺激 我又覺得還未到達 不如直接看實物 看看他出什麼 在看實物合體前 我會和大家先看 帝王萬能合 一千元的問題 究竟 左還是右 是新版 給大家想想 3 2 1 是他的 這次是新版 這就是舊版 當然兩者 我都朋友有 用的顏色少許不同 不一一詳細講解 因為重點是 讓大家大概知道 改了甚麼 簡單說 之前 基本上 都是用ABS 用硬的膠 來做關節CAP 即是洞 插位 全部都是用硬質的膠 而這次很多 改成了PE 製造 不是去到PC膠 那種軟質 而是一種 在千直列模型的天原突破 尤其是超銀河的Glenargen 也有類似的物料來做關節零件 這次是硬的零件 這次是硬的零件 這次加了一塊 我記得沒有記載 W的零件 來取代 你見到這裡剩下這些零件 就是 這次有一塊新的零件 來取代它們 變成一些軟質的零件 這些就是硬的零件 結果來說 大部分我從結論而言 對於它整個上半身的影響 主要在腰的位置 你見到它動得都頗滑 之前 腰也是實的的 但腰沒有收過別人斷的報告 大多數斷的是什麼呢 其實我想說 我對這個版本的Majin Kaisa的愛 我是砌了三次的 其實我第一次 因為它始終是第一作 Model Y 不知道它這間模型廠什麼 只是掃組了一隻 很不幸地掃組了 我一直沒有處理它 擺了都好像是半年 我的股關節的其中一邊 就已經不知 我忘了是哪個位置 就斷了東西 一邊腳就廢了 除非我弄回它 但是就斷了東西 我這隻應該是第二次再反 就是第三P4 簡單說 這是第二次再反 還是第一次再反 其實我都不太肯定 但是它的膠質 都明顯比起我第一版的時候 已經穩陣了很多 至少我這隻放了 都有年多兩年 應該都 都還是沒有東西斷的 但是你會感覺到有很多東西 是很容易 你一個不小心會弄斷的東西 就是你玩下去會明白 但是事實上 就已經沒什麼斷了 但是都會有一些問題 就是 剛才除了說腰部份之外 它當然 首先 那個股關節 之前我斷過的部分 都是比較實的的 這些轉 提腿 轉 這些 你玩每一塊關節都要極小心 尤其是這個腳板 接地性 不是很頑皮的 但是它這樣扭動的時候 其實因為它的物料太硬了 太過絕了 它又太實了 所以就變了 雖然它是接地性的 但是你想很大幅度扭動它 其實是有一點實的的 但是這次它換了物料之後 你會感覺到 你扭動的時候是很滑的 你看到嗎 甚至乎你怕它將來會不會軟過頭 沒有那些聲音的了 很軟 對 腳 超級柔軟 對 你玩整隻東西就覺得 輕鬆了很多 而且它裡面 雖然說 它裡面 流胸得很厲害 即是沒有什麼內扣 也沒有什麼打開 腳 它沒有很多 有很多結構可動 讓你看到裡面 所以它裡面是做得很好 很空的 很輕的 所以就算現在比較軟 它保持力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 所以就不用怕它 軟了會不會反而發軟題 我暫時就一點感覺都沒有 其次還有一個分別就是 頭上這架飛機 今次提供了一個 預先幫你塗裝了防風玻璃 擋風玻璃的顏色 這個就是它 預先幫你塗裝的版本 然後 將整個噴了光油 再自己補一些細節的位置 不用你自己上中間的藍色的位置 少許方便了你 然後 其他很多顏色都是噴過的 因為 其他很多 譬如有些透明件裡面的細節 它都是跟之前一樣 都是給你一張貼紙的 之前我就用了一些 但今次我就玩了一些新意師 整張貼紙沒有用的 自己在透明件裡面噴銀色 一來不想煩貼紙 貼紙有時候貼得歪了一點 因為透明件會很割 而且也沒有什麼需要 其實在透明件裡面噴銀色 已經做到現在眼前這個效果 這次紅色用的膠 我印最喜歡 因為我之前這邊的紅色 我是有噴過的 我就不太記得了 那時候的膠 我記得顏色是很差的 但我這次看起來 都不是特別好 因為那個膠質 你跟BANDAI也有段距離 但我覺得它的髮色上 好像實正了 之前好像有一點點 顏色不太實 紅得來 好像透透地明白 那個感覺 不知道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就是那些膠染色的時候 染得不夠FIRM 那種感覺 還有都容易白化的 但是今次就 我在決定就噴光油之前 就是在紅色那些位置 我有特意在框架上扭過 那些框架 我發覺它白化的問題 不算嚴重 但是真的好用力扭 它才會白化了一點點 還有它一彎回頭 就沒有什麼白了 那我就放心地 就噴光油試一試 即是抱著一個 壞了就可能要整個紅色噴過的決心 那當然也是噴過的 那就沒什麼所謂 那就試一下 就噴光油 結果效果都不錯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你會不會這樣做 那這些都是自己補色的 金色那些 那些 那不想那麼掛 因為之前的冷鬼沒什麼補色 你看到分別了 那就是這樣了 帝王萬能俠不說太多了 那都是... 都... 相信已經... 即是其他外形上 可動上 那些很多參考 那就不特意說了 那就到我們今天的主角 神魂合體 好了 那到了今天的重點 就是神魂合體的單 我買的是日版 為何會買日版呢 就是因為 這次是有 Online Store 預約特典的 它的特典就是... 如果你看到我現在 就沒有插到封面 有火的頭髮上去 這個火的效果 它本身跟著 這個橙色 黃橙色 黃黃的橙色 黃的橙色的版本 它的預約特典就是 Clear Blue 透明藍色的版本 當然跟它的故事 不同的模式有關 因為我沒有看過那套版本 我也是打機戰 以我的理解 它有兩個人插 男主角跟不同的女主角 那個... 化學作用 就變了 火的顏色會有不同 那麼... 去到尾段少少 才會出現這個藍色的火焰 那... 這些設定的東西 就不說太多 但是我... 想取得這個的原因 就不是劇情的問題 單純我其實都很喜歡這個藍色的火 而且... 我也是標榜那種 既然有就要了 我的心態 那... 特地找朋友幫我 在網站訂了入版 寄回來 所以就遲了 不然應該上星期組好了 應該... 因為說真的 這隻東西呢 真的要說 超好組 真的超好組 前前後後 剪件去到噴好組 我當然不可以一次過做 有些東西要等乾 加起來 我想是五個小時或以來的事 很爽手就搞得定 而且你也看到 它顏色上很簡單 其實它嚴格上是分剪件的 如果不是我想把這些位置噴上金色 有些位置我補了一些金屬色 之類之類的 其實如果你是素組 你是完全的顏色是已經... 就是眼前你看到的 只不過金色變成黃色 基本上你組好就是這個樣子 一張貼紙都不用 唯一它頭那些... 分了顏色的面相 它都油好給你了 所以你嚴格來說 什麼都不用做的 這個也不是很多線滲 所以前前後後用的時間是非常少的 很好組的 那... 夾口它當然多多少少都會有 但是我覺得這些夾口 你隨便滲一點膠水 讓它對口 你當作機械細節 其實我覺得無雙大雅 我覺得不是很硬 甚至大腿左右合起來 是跟一些坑紋去做分件 都很美觀的 唯獨是什麼呢 其實本身大腿的大概... 兩邊的這個位置 就有個水口 還要有條分母線 那我就磨了之後 都點到有一點有個印 那我就混了少少 混了大概這隻白色的顏色 很薄噴一噴 遮回那個水口位 原則上這個膠色 我是沒有改變到的 對啦 就是這樣了 已經到這個完成度了 所以如果你是全圖裝派都好 我想比較頭痕 都是這兩條坑 肩頭上面這兩條坑 但我相信大家 不難做分件的 這兩個位置 對於玩慣會做開無縫的人來說 就不算很辛苦的 對啦 對啦 腳的後面這些位置 都有少少夾口 那看看大家去怎樣處理 那如果你說給我這些 保釋快速去finish來說 非常之好齊 好舒服 那就... 大致上是這樣啦 你見到也都 除了剛才的火焰頭髮之外 它的手型 都叫做竹 打開的平手 一些它裡面擺距的格鬥姿勢用的手刀 左右 就... 基本上呢 三對這樣的手型 就是它所有東西來的啦 加上剛才那些火焰 那你見到其實所有配件已經齊齊 沒有其他小東西的啦 那它這套東西裡面還有一個機械人呢 就是拿劍的 那一部機械人甚至乎... 他... 即... 那邊都有一個合體啦 其中一隻機械人呢 是可以整隻變成一隻... 變成一把劍給它拿的 那... 不知道會不會出賣呢 我就有些感覺它會出賣的 即是... 至少變到劍的那一隻呢 它... 出的機會率都有的 我覺得 那... 就... 這件事 到時再算啦 那... 可能它要再跟一些手型去拿一把劍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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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基本上放了上IG 那... 大家可以在IG看一看 那些... 我簡單做了幾個POSE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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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頂部有一個波階,插上頭 是否很高可動呢? 也算是OK的 向上看,大概可以看到這麼多 向下也可以倒到這麼低 上下,再低也沒什麼意思 已經差不多極限了 又是那個問題 上下都是波階的話 頂部的角度有時會有一點容易轉動 但它欺負到好處的 下面的波階相對比較大 所以頂部的時候 多數是剛好 不知關不關我噴了半光 下面都吃得挺實 就沒有像HG很小的頂部 我頂部的頭部 下面一起頂部的黑人爭的東西 就少出現一點 我頂部的頭部就只有動 下面的筋部就不算經常動 腰部 腰部的方向後咬 可以咬那麼多 給大家看一次 可以咬那麼多 向前咬 咬那麼多 其實基本上都 未說去到誇張 但都足夠了 因為它還要遮蓋 這兩粒金色 我噴了金色 這兩粒類似散熱口的東西 因為跟底褲都有一些外形上的連動 它向下屈 都頂住底褲到這個位置 所以它沒有做到很誇張 另外手 肩膀的肩甲是獨立可以這樣拉出來 但基本上是連著肩膀 不是連著新的 可以遮蓋 它其實都是波裝 裡面的波裝 然後這裡就是可以這樣轉的軸 加上波裝 加上波裝 兩重可動 然後 這裡看起來好像可以轉 但其實這一節是沒得轉的 這一節是沒得轉的 這個就會騙了你 但是它的接曲 其實又不是可以對接到 雖然你看到這裡 首先這一節可以動 而下面這裡也可以接曲 好像有兩重可動很厲害 但其實它因為被肥仔甲頂住 其實就沒有去到可以完全對接的 所以有時候放一些姿勢 依然都要遮蓋角度 它未必說去到 真的可以超級摺得誇張 因為它經常的格鬥姿勢 都會這樣摺拳頭過來 翻臉附近 它其實就要由少少就角度來做這件事 就不是說你想怎樣都可以的 所以它說它抄了MAX合金 關節構造 其實我是有少少不知叫做好事還是壞事 因為那個MAX合金 以我的印象 我看到那件東西推出了 我想都... 我沒有留意 因為這件東西我很久以前在街上見過 我想十多年走不掉 機箭L都應該... 它初參戰機箭K 我當它那時候是套洞亞出了一年 就已經入機箭才算 機箭K 現在都十多年 怎麼也有十二三年一定沒有走機 我想都要15年了 所以你說那個關節構造 導入了MAX合金的關節 是不是真的叫做好強呢 我本身都有保留的 但是... 它拿這件東西來做Gimmick 那... 因為都炒得貴的 我見到 我這次去大阪其實都見到那隻東西 都開過... 不知道又說... 有些... 不是特別漂亮的二手 都賣成... 不知道... 三四萬日圓 神經病 所以... 可能因為這樣拿來做Gimmick 所以你看到那隻手... 手相關的可動來講 就叫做... 合格的 即是未去到... 什麼... 導入了MAX合金的關節 有多厲害 我又感覺不到的 那... 好啦... 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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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那樣東西了... 已經... 已經極限了... 那又多厲害呢? 我真的... 不太明白了... 即是這個... 導入了MAX合金的關節 究竟是有什麼那麼厲害呢? 這樣就已經停了了... 那... 只不過... 你說... 需要一定要對摺呢? 就... 就... 沒有說一定的... 不過就... 我覺得就少了一點 明明這裡好像還有空間可以做得到呢? 但... 就已經頂住了... 對啦... 已經頂住了... 即是去到... 我這邊好像摺得... 不知道可能是不是組裝的過程 有些東西... 裝得不夠好呢? 這邊... 你看我這邊就好像摺得多一點點 可能我有一些... 裡面那個結構... 扣得... 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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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得不夠... 不夠盡... 但這邊就... 你看到是去到這樣啦... 不是去到超可動的地步啦... 但我最夠病的... 其實就不是這個七關節的摺曲... 而是... 腳板... 腳板這個扣的... 有些搞笑... 那... 其實... 下面就是波裝來的... 插著腳板的部分是波裝來的... 對啦... 拿給大家看看... 插著腳板的部分是波裝... 然後上面... 是一個... 這樣的... 直裝來的... 然後呢... 它就類似... 是... 平時好像... 普通模型的那些... 那些... 這樣...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轉啦... 可以這樣轉啦... 但是... 問題就是... 你一不就選擇... 前後... 這樣咬... 一不就選擇... 當然可以斜斜地啦... 就... 橫一點... 或者斜一點... 這樣咬... 如果... 想我現在這樣做到可以摺地... 你就一定要少少少向橫啦... 但是... 如果你想做一些飛行動作... 又想轉直... 就可能要像我現在這樣... 整個... 整個... 這樣... 這樣... 腳板拔出來... 慢慢扭好... 這樣就扭好... 這樣就扭好... 插進去... 來做一些... 這樣... 飛行用的腳板姿勢... 但是... 如果我想像現在這樣摺地... 又要拔出來... 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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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來做回摺地... 那... 就有點麻煩了... 相對... 即是叫做... 多了一點功夫... 就比較麻煩一點啦... 那... 就... 基本上就是這樣啦... 它的可動... 就是有些這樣的尷尬東西啦... 那... 另外呢... 它的頭髮啦... 兩個版本啦... 那... 先裝個橙色的給大家看... 那... 它呢... 就由三塊零件組成的... 那... 其實大可以... 噴了油先就行... 你喜歡... 裝上去噴就... 沒什麼地方夾... 那有些麻煩... 會有些重... 那... 它的頭髮都不是輕的... 你拿上手都有點重的... 但是呢... 就因為... 我不知道... 又是... 不知道關不關噴了少... 有加固了的事呢... 它的頭是完全承受到的... 一點都沒有給它影響的... 有髮都好... 它都不會動的... 很厲害... 對啦... 就不會說... 因為那個東西重... 就脫皮的頭髮... 就... 反而... Bandai ARX8... 哇... 你裝它那一塊... 即是它散熱的頭髮... 就... 立即... 立即... 它的頭髮... 就... 有點不夠... 保持力的... 那... 裝上藍色給大家看... 我... 就... 喜歡那個藍色的... Clear色的那個髮色... 其實... 就是... 橙色那個... 我...當然覺得橙色都漂亮啦... 但我覺得... 這個透明藍的... 那個髮色... 呢... 是... 我是幾喜歡的... 不知為何... 這個真的沒有個人喜好... 就沒有說誰對的... 對啦... 還有... 記得注意... 它有兩個... 所謂的... Twin Drive... 我不知道這兩個圈... 是否... 就是... DRIVE 本身了... 還是... 總之有一個... 這兩個... 就是... 黑色的零件而已... 如果大家想... 立體那麼好一點... 就... 可以學我這裡... 就... 沒有說... 填銀色... 金色... 上去... 這樣... 因為... 可以做多一重功夫... 否則... 就... 黑色... 這樣... 這個透明件... 本身是紅色的... 這個透明件... 底部是黑色的... 就很暗淡... 就沒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 現在... 你加上銀色... 有一點層次感... 就開心一點... 好啦... 今天... 就來到這裡... 扭多它兩扭... 其實... 可以做一些... 其實... 可動... 算是不差的... 還未去到... 很厲害... 但都OK的... 絕對合格有得了... 還未買的朋友呢... 我不知道你買不買到... 因為... 說真的... 好像... 這幾天... 在街上都不太多角了... 我沒有什麼... 出去的... 戰區看... 即是... 旺角... 深水埗... 但... 如果你看得到... 而你對這個機械人... 都叫做... 有些認識... 我覺得... 就真的... 值得買來組裝一下... 這次... 先到這裡... 如果... 還未訂閱的朋友... 記得訂閱... 留言... 留言... 讚好影片... 然後分享給朋友...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日本壽權... 孔子設計... 台灣製造... 千像堂高達UC聯成T系列... 現實大壽...